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WAVE的頻道 今天我們有一個智商,我們事不宜遲,海上 智商入面是2019年最新的MacBook Pro 15 吋太空灰 規格是Intel Core i9-9880H 8核16線程 Base Clock是2.3GHz, Turbo Push 最高到4.8GHz RAM是16GB 2400mHz 512GB PCIe SSD 用AMD Radeon Pro 560X 打開它,我們見到MacBook Pro的真身 拿開它,我們見到兩位長的USB Type-C線 這條線因為有E-Marker的原因,所以可以用最高5A的電流充電 最高可以去到20V5A 可能大家聽到這條線好像很厲害,但實際上只是行到USB 2.0 也就是理論上最高只有60Mbps 如果要一條又快又可以插到最多20V5A的線的話 都不是沒有的,只不過會很貴 好了,接著就是簡單的使用手冊和最重要的Apple貼紙 接著就是一張Malaysia Service Card 所以如果你去到馬來西亞的話 就是要你拿著這張卡去做保養 然後就是8字頭的方腳插鬚 接著就是87W的火牛 這隻火牛可以行5E 2.4A 9V 3A 以及20.2V 4.3A 接著就拆開MacBook Pro的包裝置 自從Touch Bar版開始 在飾機狀態的MacBook Pro只要打開蓋就會自動啟動 好了,接著就是啟動過程 然後就來到我們的測試時間 首先是Geekbench 這次我們邀請到的是去年的MacBook Pro 15吋 規格是Intel Core i7 850H 6核12線程 Base Clock是2.6GHz Turbo Boost最高到4.3GHz RAM是32GB 2400MHz 512GB PCIe SSD 用AMD Radeon Pro 560X 屏幕左邊的是CPU測試 而屏幕右邊的是顯示卡測試 2018年的單位分數是5297分 和2019年的5318分幾乎一樣 而多下分數 2018年的MacBook Pro是23534分 2019年的是29344分 差距大約是25% GPU方面 2018年的分數是51851分 而2019年的是55229分 雖然看落分數有明顯的差距 不過其實都只是6%左右的差別 亦可以視作不差值 接著就是Cinebench 今次用的是最新版本 Cinebench R20 因為用了更複雜的場景 和支援更新的CPU指令閘 所以對CPU效能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左邊的是2018年MacBook Pro 分數是2453分 右邊的是2019年MacBook Pro 分數是3015分 效能差距大約是23% 好了 今天的開箱和測試就到這裡 如果你們喜歡這條影片 就有空留言按個like 訂閱我這個頻道 去看到更多的相關影片 以及打開影片更新提示 我們下節再見 拜拜